今天全球最大海拔最高的水光互补项目 科拉17光伏电站正式投产发电 这是首次将全球水光互补规模提升到百万千瓦级 为全世界水风光一体化开发探索出了一条新路 未来通过与两河口水电站联动 电站将为川渝地区持续送出稳定电能 科拉17光伏电站位于四川省甘兹州亚江县 装机100万千瓦 是亚龙江两河口水电站水光互补一期项目 长指最高海拔4600米 也是全球海拔最高的水光互补项目 水光互补就是将光伏接入水电站 用水电调节光伏发电的波动性 以科拉光伏为例 当光照好光伏电站发电能力强时 两河口水电站就减少发电将水储存起来 当受多云降雨等因素影响 光伏发电能力减弱时 两河口水电站饮水发电增大水电出力 通过二者联动 电站就能输出更为安全稳定的电能 破解光伏发电靠天吃饭的难题 科拉电站年均发电量20亿度 可供超70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 这些清洁电能每年可节约燃煤超60万吨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160万吨 科拉一期光伏电站是亚龙江流域 清洁能源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该基地投产规模已超过2000万千瓦 预计到2030年 亚龙江流域清洁能源基地总规模 将达到约5000万千瓦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